市府都庚啊 曠日廢時沒有效率 一拖八年十年 社子島居民已經忍受 那麼莫大的委屈六十年了 總事長 開發好社子島 宣誓市府的決心 我準備了一個鍋子跟一罐名 要送給你 進駐社子島 安盈紮寨 埋鍋照辦 記住 議長 各位同仁 賈市長 我今天準備了一個鍋子跟一罐名 要送給你 我要提醒你 為了開發社子島 你應該立刻要求市府團隊 都發局 公務局 社會局 地震局 進駐社子島 埋鍋照辦 宣誓市府決心 化解居民疑慮 排除開發障礙 這道理很簡單 第一點 社子島居民已經忍受那麼莫大的委屈六十年了 我們市府 市府應該立刻宣誓開發社子島的決心 還給社子島民一個公道 第二點 第二點 成功開發社子島 可以重振我們市府的信用 重建 我們市府的威望 怎麼說呢 這幾天 我想市長你應該知道 上個月 基泰大職的坍塌案 那麼受災戶二十五戶 已經跟基泰建設達成合建的協議 當然啦 我們幫忙受災戶都來不及了 所以受災戶的任何決定 我們都尊重他們 祝福他們 但是 這件事凸顯得很吊詭的一點 就是說 受災戶 寧願跟 破壞毀損他們家園的二職建商 從建 嘿 也不願意 給市府來公辦都更改建 當然民間的說法就是說 市府蓋就是國宅 基泰蓋變成豪宅 而且 市府都更啊 曠日廢時沒有效率 一拖八年十年 所以 蔣市長 開發好設置島 宣誓市府的決心 可以重拾市民的信心 可以重振市府的威望 這 才是推動市政 最好的方式 所以 這個 蔣市長 我提醒你 要記住 進駐社子島 安盈紮載 埋鍋造販 記住 記住 重要直播随时掌握 时事新闻不漏接 一刀未减 新闻看得更完整 国际重大事件 Catch时事最新脉动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